要是利用那個Auto Filter 跟那個點Copy 所以今天的話 原則上就是點Copy 也出現第二次 這些功能的話 如果你懂得會善用的話 真的可以大大的節省你很多的時間 那當然以前的話 那一般仿線數據 甚至用錄製聚齊 如果用錄製聚齊的話 它錄下來的程式太多了 很長 對 很複雜 而且我覺得相對的比較容易出錯 因為程式其實不好長 那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說 你基本上非常的簡短 有沒有 篩選加Copy 兩行搞定 其實也還蠻容易理解的 那剩下來就是說 盡量回去有時間的話 就再花一點時間在做練習 那剛好同學問到一個問題蠻好的就是 因為我剛剛抓那個範圍是抓固定的 那當然A1這個位置一定是不會變的啦 因為理論上資料都是從A1開始 但是1的欄位應該也是固定的 當然只是12這個列數不固定的話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自動的去抓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也是一樣 就向下追蹤 有沒有 只是說一樣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跨工作表 所以你可能可以這樣做啦 一般我的習慣 因為這邊有很多固定 121212好幾個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會先在這邊 先產生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 那一樣的方法 這個我想前面講過蠻多的 就是跟前面講的是一樣 電什麼END 然後呢 錢瓜虎向下追蹤 倒的列 那這個列數的話就把它丟到R 可是呢 這個地方有一點要特別小心 你必須要指定它是哪一個工作表 這個一定要給喔 如果沒給的話 它將來會抓的話 可能是抓到新的那個工作表 就1048576 那將來你可能就會 可能跑到當機 所以之前有同學常跟我講說 老師為什麼打好久跑不晚 表示你前面可能少加了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最容易出錯的 因為前面如果沒有跨工作表的話 那都不需要加這個 可是未來應用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 因為單一個工作表 可能在工作上還是比較少數 大部分都是跨工作表 所以同學常常在入門班的時候 初階班的時候常常問說 老師如果多工作表怎麼辦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為什麼不講 因為你可能連單一個工作表 你就做不好了 更不要說多個工作表 那你豈不是可能會學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在進階班的地方 再跟各位說 所以這個地方就哪一個 這個地方的哪一個工作表的向下追蹤 然後把它記錄到R 接下來的話你就把這個R怎麼樣 放到這個12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剛剛有同學有障礙 因為他說老師你以前放I、放R 都同樣的方法都是什麼 選起來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加一個R 對不對 這樣OK 可是喔 特別注意啊 因為剛好12是在最右邊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多一個and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就不是多此一舉嗎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還是有同學 可能對這邊還是不太熟練 也不只一個同學 卡在這裏 很多同學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慢慢習慣喔 反正你們現在追求的先寫正確 如果你實在還不習慣沒關係 你先打完再delete著掉 如果可以的話 你慢慢習慣一點 如果在最右邊 你就把這個數字delete著掉 然後移到這個自創的外面 加一個and 再加一個空異格 再加一個R就可以了 OK 或者可以再產生另外一個口訣 把這個刪掉 移到自創的外面 加一個andR 然後再空格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記 好像一定要口訣 沒有口訣 大家都記不起來 所以我發現喔 程式好像需要很多口訣 照口訣做絕對不會錯 OK 應該知道意思啦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就是delete著掉 移到自創外面 andR 然後空格 空格 保證不會錯 OK 好 這樣的話呢 以後如果資料有增加 或減少的話 那當然喔 一般如果增加兩個 那這樣的話 你再跑跑看 應該也就不會錯了 把刪除掉 然後再新增 這樣子 一般 又多了 對 多了兩個 一樣可以篩得出來 OK 那大致上的話 就是大概 是這樣 就是也沒增加太多 就是向下追蹤 再來的話 給各位一個練習題啦 回去的話 盡量你就找其他的案例 看要怎麼分割吧 你就分割 多練習幾遍 應該也就很快可以熟練了 再來的話 其實工作上 資料不外乎就分分合合 所以喔 另外給各位一個練習 想想看 我希望在最右邊 多一個合併 合併 OK 然後你寫一個合併的程式 就把1、2、3 又把它合併回來 OK 那要怎麼合併比較快 當然喔 這個部分一樣 點Copy方法絕對要的 還有 序則跨工作表也是必要 一定是回圈啦 不然的話 你一個一個Copy 當然 它程式可能會冗長 所以回圈 第幾個 第3、4、5 3到5 OK 然後幫我把資料呢 就通通call過來 但問題就是說 它上面有欄位名稱 所以呢 是不是說 可以先把欄位名稱call過來 然後再把這幾個的 從A2一直往下的資料 通通都幫我call過來 怎麼做 OK 想想看吧 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這個地方反正不外乎就是資料的分 資料的核 都是後面 我們後面要講的重點 所以今天的話主要 就是跟大家講有關這個 幾個 就是資料 工作表 怎麼樣做分割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還會再把它合併回來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還找其他的案例 反正一樣嘛 就是怎麼分、怎麼合 都會用其他的案例 再跟各位做說明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向下的追蹤 然後還有就是看 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那個合併部分 把它寫出來